盐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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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 你醒了 你的检查结果一周后就能出来 好 谢谢医生 医生 检查结果怎么样 您就直说吧 我这都检查两次了 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我承受得住 干碍二期 疤疤疤症来得太快了 我吃药也不管用 我该怎么做 这样吧 你保佑我 再活一年 一年不行 六个月也可以 我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 我 如果我追问严霞 严霞一定会躲开我的 我要学采访 什么 我说 我要学采访 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当设计师 我来当采访 虽然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一定可以学会 别爱下一季的设计稿 能不能不要把工作带到家里来 还有 我们的婚礼定在三个月之后 这么快 一点都不快啊 还有 过几天咱们去看下房子 看房子 看房子干什么 我们的婚房 那直接住进你家就好了 顺便还能照顾许叔 一家人住在一起多幸福 谢谢你 你跟刺琪和好了吗 还没 还没 你好像误会了什么 没错 仁婿是找我聊过天 但是他每一句都没有离开过你 句句都在夸你好 反而是他自己觉得在原地踏步 怕拖累了你 似乎你 你应该体谅体谅他 毕竟 他刚进入新的公司环境 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 我对我男朋友怎么样 用不着你来教我 你只要管好你的行为举止 就可以了 严下 肝癌二七 无孝 我知道你有朋友是二院的肿瘤科大夫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不管是做化疗还是做手术 非用我来承担 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和严下本人 商量一下 如果严下发现我知道了 他一定会躲着我的 所以我现在只能瞒着他 医生 我是不是真的没救了 我可以接受化疗 我也可以等肝源 我愿意等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那很多癌症都不再是绝症了 我 我也看了很多例子 那就接受化疗 你现在是二期 可以做手术 但是呢 需要尽快让亲属 过来进行配型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 而且 这类手术比之前几年 成功率要高了很多 高多少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这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我们也想要 把枪再近 回去 天一 洗几字 写 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陪陪家人 妈 有时间吗 当然有了 干嘛呀 我们去逛街吧 逛街 妈 那件衣服不错 过来嘛 试试啊 走 别去了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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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年轻 这得多贵呀 不管贵不贵 这女人就得选好看的衣服 你说你妈这么大年纪了 你花这钱我给谁看呢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穿你给我做的那个 你给我做就行 不行 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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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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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 今天逛了一天了 花了那么多钱 回家吧 妈 自从爸走以后 咱们就没有一起看过电影 我们去看电影吧 啊 还看电影啊 哎呀 别花那钱了 回去看看电视剧就行了啊 不行 必须去 走 阿姨 我也去 文笑 阿姨 哎呀 你看我都给忘了 家里还有事呢 我先回去了啊 哎呀 东西先拿着 哎 你们俩看啊 我先走了 妈 阿姨拜拜 嗯 嗯 言下怎么突然想起来 陪我看电影了 嗯 颜东啊 你赶紧回家一趟 妈有事跟你说 嗯 好 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时间陪我妈去逛街 今天好不容易去了 还被你给破坏了 文笑 牟总监跟我说过你家里的事情 但我觉得 那都不是最真实的 你能自己跟我说说吗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了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了 那个时候 爸爸经常晚上不回家 妈妈就会等爸爸 你等就是一夜 妈 你还在等爸爸 乖 你先回去睡觉吧 妈 妈 看你都病了好几天了 我给爸爸打电话 乖 你别去 爸爸生意忙 我 在拼命工作呢 我们不要打扰他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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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妈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恨我爸 但是我妈临走前跟我说 妈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妈 我可能要暂时离开你 去另外一个世界了 你不能离开我 傻孩子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你还想记住了 你要健健康康的 不要有怨恨 记住了 妈 一定要替我 照顾好你的爸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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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恨任何人 尤其是你爸爸 他说 最痛苦的 不是离开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因为是妈妈交代的 所以我就还是照做 妈妈 自从妈妈走了以后 爸爸就搬离那个房间了 住到了客房 之后每天晚上 就会从客房里传来哭的声音 有一天我就很好奇 忍不住跑去看 我就看到爸爸在里面哭 在里面哭 我 正在工作的人 没有 我 好 好 看得好不好看 嗯 妈妈 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你爸爸穿上一定好看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其实爸爸很爱妈妈 我爸他真的很爱我妈妈 所以我不怪爸爸 爸爸那个时候 可能忙于工作 把对我跟我妈的爱 都藏在了心里 忽略了我跟我妈的感受 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怎么觉得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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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怪呀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看他就是想嫁人了 你想啊 他要是嫁人了 不就是不能住在我们这儿了吗 所以他才舍不得我们 对呀 他也这就对上了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你还记得你爸临走前吗 他带着我去买衣服 还给你买电脑 还带着我们去看电影唱歌 一直拉着你姐到他店铺去 嗯 结果 突然就走了 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 从那以后啊 我们也就再也没有去看过电影 没有去唱过歌了 我跟你说 炎夏突然这么做 我还 哎呦真是吓死了 哎呦 原来这丫头想嫁人了 所以才给我买了这么多衣服 哎呦 其实以前 做个简简单单的快递小哥 挺好 我俩最多是斗斗嘴 没啥哥野主 现在 就这么吵架 心里真的赌得慌 啊 在DI上班 我说什么 错什么 我做什么错什么 真的怕 我俩之间的信任 就这样消失 我一直都得愿意 吃得好 这次って 也别再哭自己的事 还能说你 你也挺iryu 陆卿 陆卿啊 我不想因为我影响自己 所以 我想辞职 辞职 你觉得辞职 就能改变这一切吗 如果我一直留在迪埃的话 那思琪她就会误会我跟你 轻者自轻 如果思琪真的爱你 她就应该相信你 如果离开迪埃 你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吗 没有 既然没有 我劝你 还是打消辞职的念头吧 疼得越来越频繁了 没时间了 难道 我真的要离开了吗 我 不许琴说 阿姨 我今天来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我希望你们能做个心理准备 我知道 我知道 在你说之前 阿姨能不能先说说 是这样 我们家严夏呀 自从她爸走了之后 就一直操心着这个店铺 你说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女孩 操心店铺的事 我真的很心疼 可是我对店铺又一点都不懂 严冬年纪小也帮不上忙 所以家里的事啊 都是严夏在撑着 阿姨觉着 你是个好孩子 以后 肯定能成为一个好丈夫 所以 阿姨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让严夏受苦了 阿姨 我今天来 说的不是这件事 哦 那 那你要说什么呀 严夏她 得了肝癌 我 不知道 这件事对你们来说是个很重的打击 但是阿姨 现在眼下必须要进行肝医治手术 而且 合适的肝源很难找 只有植系亲属配对成功率才高 所以我希望 你们两个明天就能去医院 进行肝医治配对 谁配对成功了 谁就捐肝 可是 可是严夏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承受不了打击 严夏不做手术 为什么不做手术 因为霸当初就是死在手术台上的 当时医生也是说 做手术的存护率高一点 可爸不想做 是妈妈说服爸爸做的 天哪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在我们家会发生两次 我们家这是做了什么年呀 天哪 啊 啊 阿嬷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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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内跃入国际舞台 你们公司海外宣发的实力 确实惊人 我也没想到 西木的这一系列推出后 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我们会续约吧 我还记得 西木一开始 其实我今天约你 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的 对不起 我当时只是一时糊涂 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做好了西木的宣传 开开玩笑 我也希望 能和你长期合作 我现在是想像是纯粹的 对不起 我暂时开始 我暂时可以 我跟虽然的 我暂时不可以 我暂时也会 我暂时不想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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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失去四季 也许 这是唯一能留住她的方式 王总 这是信慕这一击的业绩 还有迪埃的上市评估 所有的条件 都已经达到了上市的标准 王总 我知道 你心里还有结 但是过去的 都已经过去了 我是诚心想和你携手打造 迪埃的未来 莫辰 说实话 是丁文啸回来 挽救了迪埃的危机 我还担心 他走了以后 你没有能力撑起迪埃 但现在我看到你能力之后 我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 所以你的提议 我没有理由反对 合作愉快 他该不会去找陆青 钻了那个戒指 陆青 你看到陆绪了吗 没有啊 喂 好好好我知道了 好我明白 我知道了 你上午 我上午出去了一趟 然后找别人带班 不过一会儿我就回来了 喂 四七 姐 我有话想对你说 想说什么 是分手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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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人就要勇敢承认 我承认什么呀承认 你不敢说我来说 你想爬上枝头当凤华 所以你派上陆青 把我给踹开是吗 我哪有 你还敢说没有 我就是没有 那戒指怎么回事 这 戒指 你看到了 废话 我戴看见了 我没瞎 我说这个陆青大小姐 怎么会那么容易地 答应你那么寒酸地求婚 还迫不及待地 把戒指给戴上了 我没给陆青啊 那戒指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我准备向你求婚的 钻石戒指 我怎么可能送给他 我疯了吗 我送他 那么细 他再细 他也是钻石戒指 而且买这个的价格 可以买一个可像样的 黄金戒指 我怎么就没看出 他是个钻戒 看不出来吗 不是 这个呀 你得在灯下边看 这仔细看 还是挺闪的 就知道你不满意 把他退了 谁说我不满意啊 满意 你这 你这 你答应了 等等 我答应求婚 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要去巴黎 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结婚 我 闻潇 虽然知道 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学会一切 但你为我做的努力 我会永远 记在心里 你们的检查报告我看了 严东的配型不符合 而林晚霞的配型是符合的 但是由于你年纪过大 气管老化 而且还带有轻微的动脉硬化和高血压 如果你做手术的话 危险度极高啊 我愿意接受 哪怕死在手术台上 我不会怨任何人的 医生 还有别的办法吗 别的办法 尸体移植 其实我想要等很长时间 活体移植的话 按医院规定 必须得有亲属的证明 亲属 也就是说 夫妻也可以是吧 对 阿易 我要跟严下求婚 求婚 是啊 你看 是钻戒 什么时候结婚啊 就因为这事 快愁死我了 怎么了 这家伙 只送钻戒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你说他 是不是后悔了 怎么可能 戒指都送了 那为什么 就没有下文了呢 哪有这样求婚的 刚买完戒指 只剩下三万块钱 去巴黎是没问题的 婚礼不能太寒酸吧 四琪 你不会是想要那种 特别豪华的婚礼吧 怎么可能 把他卖了都不够吗 我就想两个人 好好过日子 这 结婚 不就是两个人扯个证的事吗 然后两家长辈在一块 吃个饭就行了 婚礼呢 婚纱呢 婚纱照不拍了 这个简的 婚纱 你帮我做一套就行了 婚礼嘛 大家的朋友一块去海边 大家拍点视频 拍点照片 就OK了 没想到 你为这个人婿改变得还真多 四琪 筹备婚礼这种事情 不一定非要男方做的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主动 对 严下你怎么了 没事 你可以主动 喂 仁煦 言下 我现在过去找你 有点事 找我 对对对 我马上就到啊 你等我 等我啊 仁煦来了 他又来着 怎么了 言下 我 向司机求婚了 那不挺好吗 但是 我算了一下 我手头上 就三万块 所以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说吧 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